开门啊 开门啊 你有本事拖时间 你有本事开门啊 这是一封信 好像天语给我留的 牛爷 你老啥时候能睡醒啊 你知不知道你这一睡就是三天 怎么叫都叫不醒 心口都已经错过了 仙师留了三天的时间与家人告别 这都没等到你醒来 我找雷师叔帮我看了下你的状况 他说你只是睡得比较香 你是没有见到最后一关我大方一彩的雄姿 哈哈 把一群所谓的天才极度的吐血 虽然没有比过你跟我提到过的那个男工依依 但也就差了一点点而已 他好像跟着一个女仙师去了什么玉兽谷 你绝对猜不到 咱们的铜窗张冲和明月 竟然也参加了仙考 而且都通过了测验 太细细的东西就不跟你说了 我跟着雷师叔去了秦雷松 先去探探路 到时候想办法也把你弄进来 仙考 没了 我拜入仙门的机会 没了 有人在家吗 没人 哎 那就太可惜了 难道我这仙门真要一个人都招不到了吗 哎 好可惜 难道是英俊帅气聪明正义 英勇无双的仙师大人吗 想必旅途劳顿 进来喝口水吧 如子可教也 书生我确实有点渴了 你叫我灵虚子就好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牛 牛气冲天的牛 单名一个二字 独一无二的二 这名字 不错 我看你周身灵气环绕 这是引灵陆体的现象 但偏偏你却毫无修为 想必你最近吃过 能开启身体灵脉的丹药了吧 果然什么都逃不过灵虚子仙师的法眼 前几天 机缘巧合下 被一个黑衣女人喂食了一颗丹药 听她说 好像确实是开灵丹 嗯 你倒也诚实 有什么话咱们边走边说吧 路途遥远 咱们有的是时间 好来 灵虚子仙师 占便宜额 修炼要趁早 我孤家寡人一身轻 现在就能走 对了 咱们的仙门叫什么名字 我这好给朋友留封信 让他知道我的去处 天门 天门 好霸气的名字 这名字 比我朋友天语去的那个秦为宗霸气多了 灵虚子仙师稍等一下 牛二拿起旁边的树枝 然后在墙壁上滑上了几行子 天语 我去天一门了 期待下次相见 于是 灵虚子骑上了小黑驴 旁边跟着牛二 穿过青石镇熟悉的街道 两人一驴 从青石镇北边的城门离开 往青石山方向出发 牛二回头看了看生活七年的青石镇 挥了挥手 就快速跟上了小黑驴 没了陆天语和小玲珑 不舍之情少了很多 灵虚子仙师怎么没在仙考上招收弟子 我有一个朋友名叫陆天语 天资绝对是一等一的好 要是一起败入天门 那就更好了 嗯 幸好我看了 那小子天资确实不俗 可惜咱们天门要求过于灵狂 并且只可招收一名弟子 只能说是无缘了 臭小子 我当然想在仙考的时候招弟子 难道我要说门派因为人数太少入不了品级 根本没资格参加仙考吗 好不容易找到的弟子可不能放逃 嗨嗨 毕竟咱们天门可不是普通的门派 等找到落脚地点后 我给你慢慢洗漱 前辈高人的气势可不能丢 真是赛翁师马胭之非福 虽然没能参加仙考 但依然加入了仙门 这些远党都挡不住啊 再者说 我石海中的那个塔 妥妥的金手指无疑了 再配上我穿越者的身份 未来相当可期 可惜有一点美中不足 当初不该给自己起名这么随意的 应该叫牛奥天才能配上我才是 你倒是沉得住气 没有问我一些修炼的事情 牛二当然好奇 关于修炼境界上的问题 但来日方长 所以他不着急 而且牛二从一刻钟前 就不停在山路上奔跑 因为小黑驴的速度越来越快 走山路竟然如履平地 甚是奇异 不过想来能给仙师当坐骑 必然不是凡物 而牛二已经开始气喘流汗了 修炼的事不着急 相信前辈会有安排的 嗯 你这个心性不错 可能我不太善于思考吧 对了 前辈 我心中还是有一个疑问的 咱们为什么不飞呢 牛二想象中 仙师都是飞来飞去的 那个带走路玲珑的鬼婆就是如此 我恐高 灵虚子仙师表面上在说笑 其实真正的用意 是考验我 我可不能掉链子 以我堪比疯狗的角力 相信用不了就能到宗门 灵虚子仙师 那要多久能到宗门呢 我算算哈 按照现在这个速度 可能得十年吧 导演 我想修行 不是去西天取经啊 不带这么坑主角的 咦 刚好前面有个山洞 咱们今晚就在这歇息吧 顺便给你介绍一下 咱们天门的诸多事宜